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东阳陶瓷美术馆 也以最快时间 派出修复专家小林人隔月底台 确认盘子文自然破损 并随即展开两款 合作修复破盘的人物 日报将由故宫登陆 保存 驻团队 进行科技检测分析 并由故宫修复师 以日本传统经济修复剂法进行修复 经济是像日本传统修复技法 直线黏住 烧漆 再铺上金板 留下美丽的两条金线 修复人员林永新表示 以前在学校读的都是样如何修复原貌 日方建议着经济 确实是故宫第一次 在技术上虽然不算非常困难 但温湿度的掌控格外重要 因为太湿的话 浅测过程会是底下的气又浮上来 就要浪费更多金板 即使至今12度最佳 金色最宝 满 此外 因为盘身有重量 浅测过程可能异味 所以需要以其他类似重量的瓷器先测试 据说为此打破好几个盘子 东阳陶瓷美术馆馆长 初川哲郎表示 通常珍贵文物 都会以原貌修复 但决定以经济修复 情况留言鸟文盘 除因其裂损过程是无潜力 且故宫于裂损后的处理 除检测 研究 修复之外 全城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记录 开为博物馆修复相关文物的研究典范 留下美丽的两条金线 犹如西方艳语所说 每一朵乌云都让有银边 不仅为这对瓷盘注入新生命 也留下文物保存维护的经验资产 相关影片由故宫提供 如早已重进请见量 青花柳叶鸟文盘修复后 尺寸 直径37公分 高7.9公分 盘正面 故宫提供 青花柳叶鸟文盘修复后 背面 故宫提供 青花柳叶鸟文盘修复后 编宫提供